你知道您跟赵立荣老师其实合作过好几个戏 都是您给导的对吧 您给赵老师导戏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赵老师好像不是那么太认字是吧 对对对 你怎么看剧本什么的舒畅吗 我第一次给他排急诊的时候 演员在这 那么我就说了 我是这样子 大家把剧本拿回去 自己去看剧本 琢磨人物 谓台词 然后三天以后我们再集中 再一起做牌 结果三天以后来了 一对词 老太太没词 不认词 我说怎么回事赵老师 您没看剧本 赵老师说 你甭让我看剧本 你就说谁完了 让我说什么 你说两遍我全能记住 后来当时我醒悟了 因为赵立荣老师是中国平剧院的戏曲演员 这个戏曲啊 讲究是口传心寿 对而且赵立荣老师的词都特别生活化 就像老百姓说的话 就不是说书面语 这个赵立荣老师一个平民演员 他的语言和他的行为 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 对 你比如说我给他排过一个追星族 大家都很熟那个戏 蔡明嘛是吧 对蔡明 这个戏有那么一段 就是蔡明 哎呀快把电视机开给我 要看四大天王演唱会 快点嘛 完了郭达就说了 不准看 是吧 泱泱五千年的一个大国 就靠着几个唱歌的撑着 完了不准看 把那电视机已经拿风条给封了 老太太惯着孙女 你既然把电视机摆得着 你封了也没用 啪啪把风条开开 开开 开开了 你开开 那主持人说了 四大天王演唱会 就播送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见 开明也愣了 老太太也愣了 老太太说了一句 干了 人家下班了 下班 这用了 而且你这种话 只有那老太太能说出来 你说咱们怎么会理解说 主持人下班了呢 对吧 对啊 而且赵立龙那么一说吧 大家都觉得 真是从他自己这个人的本人 发出来 绝对是这个人物的语言 就是贴近度百分之百 这种感觉是很明显